然后我就感觉她在扒我内裤 然后我就拒绝 我说我说为什么要脱内裤 她说什么金油会弄到内裤上 说一根筋 她要找到手端和尾端 兼职车模的女大学生 本想做个按摩放松双脚 谁知难忌时突然想退取她的内裤 小姐姐大惊失色 可事后店长却推脱责任不愿承认 这是怎么回事呢 点个关注我们继续往下看 杭州的大二学生小州 声音甜美又长得好看 平时会和朋友一起去 兼职做车模正点生活费 端午节期间杭州刚好有车展 小州就报了名 她说看似光鲜亮丽的车模 其实也是很辛苦的 结束一天的兼职工作后 小州就在网上团购了一个 50分钟的按摩套餐 其中包含足部和肩颈被按摩 因为距离车展并不远 十几分钟后小州就到了租疗店 当她刚开口说 自己团了一个66.5元的按摩套餐 店里一位年轻的男技师 就请她先坐下 小州本想问店里有没有女技师 但这位男技师热情的服务态度 让她来不及问出口 反应过来她已经把我的鞋子脱掉了 想说能不能换个女技师 但是我又觉得她都已经迎上来了 我这时候再提出要换一个人 我就感觉会伤害到她 小州不仅外貌出众 内心更是单纯善良 当她看到男技师已经开始为她服务 心中不禁泛起一丝不忍 担心自己此刻拒绝她 会伤了她的自尊心 于是小州便没有要求更换技师 在大厅里 这位男技师按了一会儿小腿 然后她提出 等会还要按摩肩颈 还要为小州进行肩胛骨的复卫 所以需要转入更为私密的包间 小州并没有多想 可刚按了一会儿小腿 小州就隐隐觉得 事情似乎有些不对劲 小州当即叫停了男技师的行为 说自己不需要按大腿 男技师说这都是正规流程 小州再次明确地拒绝了按大腿 本以为对方会就此有所收敛 没想到男技师接下来竟然会去扒小州的内裤 小州立马起身整理好衣服 并大声质问这位男技师 对方给出的回答让小州难以置信 单春的小州从没遭遇过这些 他当时几乎被吓傻了 大脑一片空白 愣了两秒钟后 他赶紧起身穿好鞋子 逃离了足疗店 回到家的小州越想越气愤 于是就联系到店长 他将此事反映给店长后 店长说可以把钱退给小州 但是在退款原因上 店长要求小州改一改 不能写遭到了即时骚扰 因为他并不相信自己的店员 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而且包间内没有监控 他不能轻信小州的一面之词 当小州提出 和男技师当面对峙的时候 店长却说他已经把男技师开除了 可以把他开除了 开除了 已经开除了 那那个技师承认这个 你失败了 我都说了 你当时有问题 你当时直接可以报警 让他过来 我都这样 我都说是 我并没说是 把你男技师非要不让你报警 既然不相信员工会有过分行为 那又为什么把他开除了呢 而且店长的意思是 小州当时没有直接报警 第二天才来店里反应 这里面有猫腻 记者本打算和那位男技师 进行电话沟通 但店长却表示 没有他的电话 电话删的这么快 这谁信呢 小州只好报了警 但因为证据不足 警方只能暂时判断 为有擦边行为 随后小州在足玉殿的墙上 看到了一个通知 上面由集团督察部 负责人的电话 和对方讲述了自己的遭遇后 对方表示 他可以和小州谈 但不能有媒体的参与 你没提防一下 我现在解决不错的问题 媒体是来帮助我解决的呀 媒体稍往后靠谱 事情暂时陷入了僵局 20分钟后 经过记者的现场协调 店长同意对小州进行赔偿 小州也当着大家的面 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你目前的数据要什么 我想要精神补偿 你在里面来说吧 经过十几分钟的交谈 店长给了小州700元的精神赔偿金 小州说自己不是为了这几百元钱 他是要给这家足域店一个教训 而且他还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集团正式发文 开除那名男技师 让他没办法在足疗这个行业 继续干下去 对于小州的做法 不知道各位支持吗 欢迎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